华晨宇晒出两张金发live pool 身穿黑色外套的金发少年 鲜活明媚 华晨宇画报人生来了 惊喜 华晨宇金发随拍 有在好好享受春天 金发好显眼呀 自由的音乐精灵王子 顺着自己的心意而活 就要活出自己喜爱的样子 海口的风真的好会吹 吹来一朵花花 蓝天白云 华晨宇身穿黑色外套 金发少年肆意自如 自由 好鲜活 好明媚 好勇敢 好喜欢 华晨宇往那一站就是风景 每一刻都向画里走出来的人 这堪称是宇宙厨神华晨宇的单人封面 还有小花自由的灵魂 3月16日晚 华晨宇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两张金发照片 没有配文案 激动之情无以言表 一切尽在live图 网友 周六的快乐 这live图真的是百看不厌 金毛越看越好看 又洒又温柔 与平日舞台上的华晨宇有些不一样 有些不认识了 手中的相机 随意行走 用镜头定格惬意时光 他私下的状态好慵懒放松自在 微风吹动长发带有一丝忧郁的美感 好有文艺范儿 春日下的阳光少年 闪闪发光 连风都偏爱他 太绝了 风微微吹动发丝都是自由的感觉 就是那温柔璀璨的花朵 自由的海鸥哥哥 随时随地拍画报 每一帧都是单风 阳光 微风 音乐还有长发的华晨宇 自由绽放 脸上也没有往日那精致的妆容 无需背景的渲染 只加了几个大字 一幅封面大片就呈现出来了 画报中的他就像走在沙漠里被风吹的有些粗糙的华晨宇 反而增添另一种气概 没有道具也没有华丽的布景 更没有奢华的服装和高级的珠宝 一个单人封面就成了 这就是歌王华晨宇的魅力 华晨宇2022遇见美好 网友 这也太有故事感了 这杂志封面太可以了 很大片的感觉 这就是畅销全球的旅游杂志吧 3月11日 华晨宇曾经也分享过金发造型 是温室里的金发少年 宣传他的两个节目 并称颂梁夺小花花 春天花会开王牌对王牌 网友 这是周五的快乐 金发少年酷酷的表情 又拽又帅 玫瑰 玫瑰 胸口的玫瑰 华晨宇长发真的肆意张扬 喜欢他这种自由的感觉 这气质 这氛围感 鲜活明媚 就是不用怎么捣翅 往那一站就足够让人惊艳 尽情地美下去 继续与博乐华晨宇共赏春天花会开 最后 祝福他